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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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喊要回家黑衣男子酒醉 露倒在棋樓同伴看到 上前拉他 不要拉我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了 本來要拉人拉不動 最後幫忙的也倒在地上 大家嘻嘻哈哈最後乾脆 拖著雙腳把人拖著走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了 邊拖邊笑一群人繼續往超商前進 趁著酒意大聲喧嘩 當時是凌晨三點多 果然就遭到投訴 將近十位年輕人集合在一起 聽警察杯杯勸導妨礙安寧 暫時降低音量等遠景離開後 一群人從路口走超商 走到下一間路口買酒繼續喝 警方表示當時有六男三女 30號深夜疑似在玩酒精路跑 一路玩到31號凌晨結果喝開了 不曉得自己有多吵 超到附近的居民報警 我會崩潰啊 但是支持說有人去報警 喝酒還是要理性飲酒 注意安全然後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近年酒精路跑很夯活動起源於法國 在每年9月初舉辦 喝的是紅酒 從1984年開始有快40年的歷史 金門酒廠也在今年11月 舉辦過第一屆酒精路跑 吸引2000人報名參加 不過人家辦路跑都有規劃配套設置 是醫護站也不會吵到別人 民眾自發性的酒精路跑 最好還是飲酒飾量放低音量 尊重他人和自己 臺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接下載TV